本節目內容只代表個別嘉賓及主持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今天是一個很特別的日子,是節日節令的夏至 第一天,是夏日,同時我們踏入電影又讀第33期 的日子是5月5日 這是不是密碼嗎? 這叫做電影又讀,繼續跟大家閱讀電影 這次我想是閱讀專題 因為你選擇的那些電影 都是跟我叫Reading有關的 是不是這樣說 是小楓你選擇的 是 剛剛看完覺得可以做一個主題 還是有甚麼特別原因 兩部都是一個公路電影 或者一個旅程 作為一個電影的主軸 而且都是Reading那樣東西 都是為你看出的 你不說買 都是隔離電影 隔離電影 是 這個項目 即是你說有一間隔離電影 有兩個都在隔離 是 兩種隔離 但我們今次都找了一個豆湯 那個就叫做他與他的戀愛花奇 這個是在國際電影節的時候選擇的 是的 張偉紅你還沒看 但你有沒有看過有川家純 那時候在香港紅的那一套 奇蹟寶集社 是 我以為你說 我講甚麼 他有很多部的 有一部是甚麼 那裡有專家 那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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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頭 還有他又來了香港 有一次在佐敦道那裡 看見他剛好整個票出來 原來很小粒 有專家純 他都頗受電影節歡迎 因為通常有新作都會在深馬 或者大節那裏做 之前有到就說他是做一個鐵道員 那他這部選擇上來的時候突然想起 他都跟Reading有關 那為甚麼會跟Reading有關呢 小峰你可不可以解釋一下 這個故事其實就不是很複雜的 你如果看日本電影或者一個故事 遠至那個叫足協無我的二人世界 二人多世界 或者那個之前都有一部 應該再做一個Generation 就叫做草食藍魚 桃花旗 他的桃花旗 他和他的戀愛花旗 要看著 兩個他是女人他才行的 即是有村家純 是那個point of view 大家要留意兩個那裏 那是跟Reading有關的何解呢 首先一開頭 一開頭就是 餐廳 首先他們兩個都是好像閱讀 透過裏面有很多閱讀的習慣 作為兩個的開始也是一個分歧 另外他們也有很多所謂情侶之間的心靈 即是開頭都是心靈相通的東西 都是有一種Touch 所以都是跟Reading有關的 是呀 最關鍵就是南美主角的吸引力 這個我想是最重要的 但是有沒有之前草食藍有沒有看過 熊仔你也沒有看過 你不追日本這些叫做金銅玉女 都市的愛情觀 即每一個世代的都市愛情觀 關鍵來的 因為我覺得他剛才好像 他有講閱讀 因為閱讀我想最主要 他這部戲都是講現在的新世代 他這個叫做 跟草食藍有些近 就是他們的那個工作 都是跟那些傳媒有關的 不如南主角就是很夢想 都想做漫畫家 還有一些插畫家 還有一些這樣的 那個女生亦都想自創業 即是一個叫做新的文化 而且又很喜歡看動畫 電影 看姑娘街 哦 是的 而且又有一套戲 很棒的 現在大家喜歡看漫畫的 一個神級動演 壓掌手動演 應該是壓掌手飾演壓掌手 有一場戲就是 一群朋友在聚集 然後就壓掌手 但只有男主角和女主角 才知道是壓掌手 其他人 那時候是甚麼人 即是有這些觸碰的 這些是幽默的 還有他另一座幽默 就是 哇 原來大家都喜歡看 那個魔女疾的片 誰知道原來那個 是看真人版的 就是這套戲其實 因為大概是 背景應該是15到19 15到19 因為尾就是踏在220 所以就有很多當下的流行文化 還有很多厲害的touch 很年輕和很有熱帶的城市 我覺得這件事是挺特別的 尤其是這些劇 他在日本 杜士托偶 就要剩一部來做 世代代表作 他有一件事不同的 大家去read 他就說 這個叫東京治癒 說你在這個東京的城市 你就會生成這種族群出來 而這個族群 他除了有一種叫做城市治癒味道 我覺得這些日本是很拿手的 他做這種類型 其實我們香港應該都找這些戲來做 其實算有的 誰是治哪個肉 治是治 治癒就是日本那個治癒 就是治癢 引育 東京治癒 而他有一個日本人的最大的特色 就是他們的整個文化 或者他們的生活 或者他們的那種 完全想法的方式建立 都是跟鐵路有關的 這是他最拿手的 但是很多時候 因為到今時今日來講 日本的鐵路網 尤其是東京鐵路網 他去到差不多11點多 算是很早的時間 他就已經停了 尤其是如果你是出去外圍的那些 即是那些人 即是走來東京打工的那些 他就要很快就一定要 尾班車 尾班車 如果他尾班車 走不了 那就另一個世界來了 這個已經很多戲都有拍過 我覺得他這部戲 他裏面 以及今次 也特別是講reading 講大家之間都很喜歡閱讀 原來閱讀的信是大家很合 怎知真的大家在一起住的時候 慢慢發覺 合是表面來的 裡面還有很多 很多要男女之間的要解決 那些事情是哪裏出來的 不說著 看看張慧雄 如果你看到之後 可不可以提出來做一個專題 剛才你說 每一陣子就有這類的日本電影清出 其實全世界都有 不過不是吐露成功 又要 好像之前台灣 怪物都是類似這種 怪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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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想拍到精緻 有很多 很細膩 不過他就是不夠細膩 不夠想像力 這就是一個正面教材 我覺得 就是 怪胎 是 幻愛原本都想是 其實現在香港 你們說的應該是 萬九朝五 或者十二夜 萬九朝五 是的 十二夜 是的 十二夜 幻愛不夠清窗 是的 但是他日本最… 其實以前有一部 我想很多人都沒有看過 我看過那時問日本人 他都覺得很難得你竟然有看過 那叫人生刺激何處尋 這個名字 這個厲害嗎 這個名字 是石原御次郎 做的一部電影 又是說 那個時期 太陽族時期 日本 整個東京剛剛建立的 鐵路網 那裡 一開場 又是 跟這部一同在一個餐廳 有一個男人 讀到女人的心 那個女人就跟她男朋友說 我很想打爛這隻博女背 不如你幫我打爛她 她那個男朋友說 不要啊 你這樣搞事 不是啊 突然有個衝動 真的想打爛她 大家一直在那裡 講了一段時間 突然有個男人出來 小姐 你那裡我做你的守護者 砰 立刻打爛了她 那個故事就開始了 你冒犯了我 你為何要讀我的 因為那個女主角是一個記者 而那個男人 就是一個要自創業搞飛機師 這些模式 你會看到 那部是非常經典的一部戲 講到一個reading 你都是牽涉到的 就算是reading的時候 Can you read my mind 這個就是最關鍵 所以引發起 我也是剛剛這個節目 開始的時候才想起 剛剛就是我昨天看過這部戲 初初的這部戲 裡面這些reading的細節 都不太細節 幸好小峰景節看了 夾到了 那就交給你了 我們今次這個題目 是你選的 《獨森半變》 和《在星空中頭》等你 是 兩部電影都現在 都是上一馬 和《獨森半變》 就要快點看 因為它好像 那個反應並不佳 所以就要快點來看 何解選了這一部呢 因為 這個禮拜 在星空中頭等你 就是這個禮拜 最入心的 所以 再拉起來 獨森半變 張偉紅呢 張偉紅你是做messenger 你告訴我 小峰說這個就行 我說這兩個OK 如果找到 合起來說 我當然是最特別的 這個是 兩部 你看你是不是 覺得 《獨森半變》 反而都是一般 因為我們開始的時候 都是討論 他說不如 剪掉它 我說不行 《獨森半變》要說 很多東西要說的 你都是很抱在星光 盡頭等你 四哥 兩部都有 這個特別的東西 其實在 《雙同戲》的範疇裏面 我覺得兩部都不是太好的 不過 在那個 即是你読讀 兩個人之間 那個 或者說一個時代 說一個科研的 一個是 即現在 即是很落地 是的 我覺得 都值得說的 兩部都 這個《Superlover》 其中一個主角 Colin Friam 他之前有做過 那個《Singled Man》 是的 你 你 覺不覺得 有些連接著 找他去做一個 叫做 同志 一個叫做 二個 二個青春期的 一個同志 那個是Singled Man Loonly Man Stanley Tucci 之前都做過 都做過機 《Devil Wear Pardas》 還有他甚至乎 在《Transformer》 裡面都有少少油性的一面 他最 《Transformer》 就是他喝那瓶 喝那瓶牛奶 紙包奶 這個叫做直入廣告時的 那個表現 還有他演過Stanley Kubrick 是的 有一套叫做 《Color May Kubrick》 是嗎? 有很多鬍子 對他來說 難不得他 Stanley 演回Stanley 是的 不過他有小一點 不過有趣的地方 剛好我看資料的時候 就是這套戲 一開始 他們是交換角色的 應該說導演找他們的時候 是派這兩個角色給他 然後他們過了一排之後 然後 就是作家 同音樂家 同音樂家其實是 Colin Furze是作家 是的 Tucci是音樂家 然後Tucci 練了一排 就是排戲之後 就覺得 不如我們交換角色 然後他 咦?我都想交換角色 然後就 信他們意 是的 就交換了角色 但最重要就是識彈琴 哦 那麼 Gurlain Feuvel也是識彈琴的 是 是嗎? 他也很厲害 不過他現在 我一會告訴你 他有一個弱點 可以看得出來 現在看的 那些都練到的 梁朝偉都練到的 就是風俗那些事 所以 就是 劉德華都可以的 我不知道他本身認不認識 不過他 看回資料就是有彈的 不過是部份 是 這個吸引力 還有 和我剛才說的Single Man 都會有一件事是接到Single Man 你記不記得Single Man 他用的主題曲 就是 就是花樣年華的 會林茂的那個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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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即是其後的變調版 那是Single Man 而這個我覺得整個戲的開頭 你知不知道中國刷屎嗎 看地圖 開車 春光炸蝕 妙的,我覺得它是有意義的 因為我覺得那個變成了一個 一個叫大家共同港緊同 那個做一個開始 因為如果你用那個reading 我們剛才說的那些作品裏面 你會看到那個reading你都用一個愛情觀套進去 因為一會兒那個讀心叛變 也都是有這件事放出來的 就是當你一個叫愛情建立的時候 有時候reading那件事變成了 裡面是其中的一個 你不要說的一個方式 有趣就是在這裡和我們電影有毒 都很有關係 所以我們下一節就直入這兩部電影 下一節就和大家電影有毒